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着空气匕首画脚 一名看似他妻子的女性抱着小孩与贺建奎交谈 贺建奎11月的时候说他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胚胎 创造出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震惊全球科学界 尽管他没有提供这对基因编辑双胞胎是否出生的证据 但是他提出的数据指出他确实在进行基因编辑实验 随后贺建奎受到了中国和全球科学家的群起谴责 许多中国科学家表示 贺建奎的实验象征中国对科学成就的强烈关注 以及无视道德标准的行为 目前并不清楚这些看守人员隶属于警方 还是与大学和其他组织有关 南方科技大学与深圳警方均未回应置评要求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事报 中国当局对宗教持续打压云南清真寺传告急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事报 日前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封清真寺告急书 据信这封告急书出自中国云南省大理州卫山县的穆斯林人士 告急书中表示 当地三座清真寺29号遭到了中国当局大批武警的封堵和拆毁 据称 卫山县曾被中国当局评为民族团结示范县 当地民众在告急书中表示 对当局的这一暴力行径感到心痛 字幕——YK lost when it came to the Washington Post 中国企业奖励员工买华为买苹果将被罚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法新社29号报道说 中国多家公司为购买华为智能手机的员工提供补贴 此前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 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华为的支持 与此同时还有企业甚至警告员工不要买苹果产品 否则将被罚款 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据中国福建的复春科技公司统计 截至12月29号 该企业200名员工当中有近60人享受到了购买华为手机100元到500元人民币不等的补贴 另外一家历称华为的企业成都软易达信息技术公司规定说 购买华为手机可获得15%的补贴 不过软易达没有透露实际享受这一福利的员工人数 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还强调 这笔补贴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 这种做法并不是根据政府的指示 法新社的报道还说 深圳梦派科技集团下发一份内部通知 内容包括公司办公电脑等设备停止采购美国品牌 员工个人购买华为和中兴手机 公司给予市场价格15%的补贴 员工购买苹果手机按照市场价格 公司给予100%的处罚 不过有网友质疑 中国企业是否只是利用华为的案例 作为一种营销策略或者品牌推广的机会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事实报 中国电讯设备巨头之一的华为 今年风波不断 除了被各国视为国安威胁 使得前进5G市场不断受挫之外 更遇到了孟晚舟案的打击 在这对于华为来说艰困的时期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发表了新年致辞表示 华为会越错越勇 相反是这些极端不公平之事 把华为逼向了世界第一 但是在此同时 海外外交网流传了一段 华为高级副总裁陈黎芳 在今年4月20日 对华为新员工座谈会上的讲话 其中提到了 依靠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冒险 获取了某些禁运技术 这一个消息令人感到十分的诧异 这一段讲话被刊登在雪球网站 在网路上还可以找到其他海外网站的转载 该影片为华为高级副总裁陈黎芳 在今年4月20日 对华为新员工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指出了 华为为何要坚定地向美国学习 中国经过了30年奋力的追赶 与美国缩短了距离 但是仍然相差很远 尤其是微电子 精密仪表仪器 传感器 精细化工 复合材料 特种金属材料 精密陶瓷材料等等 差距不可以道理计 这位副总裁认为 在高精度 高稳定性 智慧化压力 流量 物位 成分仪表 与高可靠执行器 智慧电网先进量测仪器仪表 材料分析精密测试仪器 与力学性能测试设备 新型无损检测及环境安全检测仪器 国防特种测试仪器 等等各类的实验设备 华为基本上全部都是依靠进口 在被瓦胜纳协议 也就是关于常规武器 以及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协议 所禁运的 只能够依靠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冒险 他还说到 部分的仪器 只能够依靠特殊的手段取得 这一段讲话当中所提到的 违反瓦盛纳禁运协议 依靠隐蔽战线同志冒险 以及所谓的特殊手段取得 究竟为何 都引起了人们的疑问 但是 现在在百度刊登 所能找到的来源 为华为新生小区的同一日演讲内容 是以问答的形式出现 而且没有谈到美国先进技术 隐蔽战线 特殊手段等等的字样 反而强调了 华为在全球开展业务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遵守法纪 依法律 遵从的确定性 应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 等等内容 与先前直接的讲话 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这样一个华为副总裁 陈黎芳的讲话事出后 似乎又为了华为的立场争议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明镜电视记者 李倩瑜整理报道 中国当局公布海外换护照新规 旅游途中也可就地申办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中国当局28号公布海外 中国公民护照焕发的新政策 表示 2019年1月1号起 护照申办的受理范围将扩大 海外中国公民换领护照 将不再要求一定要在国外定居 旅游或短期出国的中国公民 若遇到护照遗失 护照有效期将满 护照业将用完等情况 可在当地中国使领馆换领新护照 未成年人办理只需父母一方到场 发证实现将从15个工作日 缩短为一周左右 据世界日报的报道说 新政策也引入了护照申请人 国际状况声明制 护照申请人可就自己的国际状况 做出声明 确保申请人不需要到第三方机构开证明 放宽了申请材料的要求 除了当地有效居留证件或签证之外 海外中国公民可选择提供当地医疗卡 社保卡 银行对账单 水电器账单等材料 证明申请人申办资格 让申办材料准备更容易 据网到未成年人办理只需一位法定监护人到场 并出具同意意见即可 除首次申办需要在出生国的中国使领馆办理之外 其他可向中国任何一处 驻外使领馆或驻香港澳门公署申办 如无特殊情况 受理后四个工作日内即可发证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贸易战新迹象 中国最高法院将设知识产权法庭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中国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将于2019年1月1号正式挂牌 这被认为是中国在美中面对面贸易谈判前 试图缓解美国压力的又一最新迹象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 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罗东川 12月29号 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18年 最后一场记者会上说 设立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是中国知识产权诉讼法律制度的历史性突破 报道称 中国早在1993年 就在北京高中级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庭 而后中国各地法院相继成立了知识产权庭 2014年 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 不过多年以来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明显不够的状况 经常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 报道称 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是目前美中贸易战当中 最为关键的议题之一 两国计划在明年元月就贸易问题举行面对面的磋商 解决美国所说的中国多年以来 所奉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问题 其中包括强制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盗窃 设置非关税壁垒 互联网攻击以及商业机密窃取等一些问题 如果谈判没有结果 美国将在3月2号提升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此前中国还公布了外商投资法草案 其中强调不得强制转让技术 据报道 中国最高法院首任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罗东川 否认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是为了顺应外国的要求 他说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一泄露军工机密 中传重工再有所长被起诉 欢迎收换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负责建造中国首艘国厂航母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传重工 近日接连有官员落马的消息传出 据苹果日报援引湖北省纪委的消息透露说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2研究所 前党委副书记所长金涛 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 检查机关审查提起工作 外界指金涛是参与中国航母最机密技术的 资深研究人员高级干部 极有可能泄露中国国厂航母的机密 据报今年54岁的金涛于今年9月受到审查 他担任了13年副所长的中传重工第704研究所 则创建于1956年 是中国规模最大的 也是最有影响的船舶特服电机设备研究所 金涛担任两年所长的中传重工第712研究所 主要承担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及设备 特种电池研制任务 其掌握的电力推进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据报道 中传重工近期已接连有高层被当局逮捕于起诉 当中包括中传重工第718研究所 原党委委员所长普建杰严重违纪违法 包括违规取得加拿大国籍 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被开除党籍 好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黄北新发起第七场游行 法国军务部被围堵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据法广的报道说 12月29号 抗议政府对提振民众购买力 减少社会不公平不利的黄北新游行人群 在巴黎 马赛 里阳 图鲁兹 波尔都等地 发起该运动的第七场示威游行 据报道 法国国家警察检察总署表示 在28号夜间注意到 已经有48起暴力事件备案 到29号早上 本次黄北新游行的开局还比较平静 这也是圣诞节刚过 马上要迎来元旦 法国大部分民众都处于假期联休 与家人团聚的日程安排之中有关系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参与者人数的披露 但各方预计这一数字会继续下降 据报道 黄北新游行已经上演了一个半月 11月17号全法共统计到28万名游行者 到12月22号这一数字下降到不到4万人 据报道 在巴黄军务部被示威者围堵 而在南部城市马赛 到当天中午已经有上千人在该市的凯旋门集合 表示要证明虽然现在是休假期间 但黄北新运动还没有就这样结束 这些人喊着口号要求总统马克龙下台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CPTPP生效 亚太新经济圈诞生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12月30号已生效 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13% 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都没有包括在其中 这份11国多边贸易协定 迄今已获得由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 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六个签署国的立法机构批准 该协定旨在取消95%以上产品的关税 报道称这份在日本和澳大利亚 集结倡导之下签订的协定 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 是要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 力争建立能够与之抗衡的自由贸易体 CPTPP的前身是由美国参加的 跨台北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川普总统对包括TPP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 持怀疑态度 认为发展双边关系会对美国更有利 他在上任之后不久便宣布退出TPP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他不是唯一一个被逮捕的律师 但却是唯一一位三年来都杳无音讯的律师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中国维权律师也是709案最后一人 王全璋 于2015年8月3日被捕 他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与外界失联超过一千多天之后 这起案件于今天上午8点半首度开庭 2015年7月9日起 中国政府对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拘捕 超过200人被拘留讯问 由于始于7月9日 所以被称为709大抓捕 而习近平曾提到 在法庭上行使宪法权利的自由主义理想 会对共产党统治造成危害 因此这项行动被外界视为是 习近平政权对于意见分子容忍度降低的信号 有人被判处半年到七年不等的监禁 有人则被处以缓刑或保释 但依然被持续监视着 而王全璋是709案最后一位受审者 根据网络上曝光的起诉书 王全璋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三点 一 王全璋在2009年8月 和后来被驱逐出境的瑞典人权活动者达林等人 共同预谋 在香港注册公司 接受境外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中国多地展开法律援助和培训 传授与政府对抗的方法 技巧 扶植对抗力量 并积极向境外发布调查报告 攻击中国的法治及人权状况 二 王全璋在2014年3月 前往黑龙江 剑三江七星看守所 与一些律师和访民共同示威 要求释放被拘留的人员 并在网络上煽动网民前往关注和抗争 第三点 王全璋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 代理三起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案子 多次在网络上歪曲事实 恶意炒作 根据香港明报报导 王全璋案将采取不公开审理 不过报导指出 王全璋的姐姐王全秀 今天上午7点左右就已经到达天津第二中院附近 还发现现场有不少公安 甚至有穿便衣的警察在戒备 而王全璋的妻子李文竹 只是想出门都没办法 报导说 李文竹原预计清晨就准备由北京出发前往天津厅审 但被守候在家门外的国保人员阻挡 李文竹不愿乘坐国保的车辆 因此他和另一名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领都被困在家中 无法前往天津 李文竹也是王全璋事件中的重要人物 即使不断被便衣警察威胁和骚扰 尽管对这一切深感害怕 但他也拒绝保持沉默 2017年 美国国会就维权律师案件举行听证会时 李文竹在一段录像里现身作证 今年7月 消失千日的王全璋终于与代理律师见了面 李文竹透过律师得知了一点丈夫的消息 但听了律师的描述 李文竹表示王全璋已经不是原来的王全璋了 王全璋在狱中疑似被迫服用高血压药 和律师会面时还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 且与律师的沟通过程中 甚至无法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 先前就有传言指出 律师们被拘留时会遭到虐待 被强迫喂药 上铐 殴打 以及被要求长时间保持不舒服的姿势 因此律师们在法庭上 或是在国有电视台露面认罪都不能算数 因为这可能是他们承受 必无可避压力之下的结果 外界猜想王全璋持续被监禁 可能是因为他还在抵抗 根据BBC中文网报导 李文竹曾说过 他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的丈夫完全不妥协 所以才无法处理他的案件 这三年多来 李文竹为了营救丈夫王全璋 到处奔走抗争 前后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进行28次控告 甚至从北京徒步到天津 寻找丈夫的下落 要求法院回应 在万里寻复的过程中 李文竹遭遇过各种骚扰 跟踪 脱衣检查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对待 也曾面对死亡威胁 为了表彰李文竹捍卫人权失业的解除贡献和勇气 今年11月27日瑞典颁发2018年 爱德斯丹人权奖给李文竹 但李文竹遭到中国政府限制出境 因此只能为请旅美中国人权律师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代为领奖 袁伟静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李文竹在典礼前有发一段视频 提到王全璋刚被捕时 心里如何担心和害怕 后来又是如何起身抗议 袁伟静认为 这个奖项对于为了家人自由而抗争的人来说 是很大的鼓励 而家人的支持对维权人士而言也是很大的鼓舞 进而形成良好循环 对于王全璋案 今天开庭秘密审理 香港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团体 昨天发表联合声明 认为王全璋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 根本从未受到保障 并批评中国政府多次侵害王全璋 不受秘密羁押的权利 以及侵害王全璋得到有效律师辩护的权利 要求立即无条件且无罪释放王全璋 此外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等多个香港团体 也号召今天上午10点进行游行 前往中联办抗议 呼吁立即释放王全璋 以上是孙玉山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中国自媒体丁湘医生一篇百亿保健帝国权界 和他阴影下的中国家庭的文章 引发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热议 文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为了让年仅4岁患有罕见癌症的女儿周扬 能有一线希望 内蒙古汉子周大力 曾经以兼并大哥的身份 登上过央视的星光大道 没想到从希望到绝望的路会那么短 丁湘医生的文章中提及 周扬病情一度有稳定的迹象 但在转而服用全健公司的抗癌产品后 女孩的病情恶化身亡 让周大力痛苦的是 与此同时 网络上却大肆宣传 她的宝贝女儿被全健产品治愈好转的消息 丁湘医生的文章引起关注后 关于全健公司与周扬最终的离世有无关系 是不是利用这次治疗进行虚假宣传 以及全健到底是不是传销的质疑声 纷纷入耳 12月26日凌晨 全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严正声明称 该文章不实是诽谤中伤 还要求丁湘医生撤稿并道歉 并且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 没想到丁湘医生也不是吃素的 15字正面回应 不会删稿 对每一个字负责 欢迎来告 丁湘医生捅破了全健公司 卷入人民官司这层窗户纸之后 网友纷纷呼吁 打官司 我们给丁湘医生捐工资 连光明网都站出来发声称 全健这一次不能在全身而退 不过就在舆论爆发的时候 12月26日中午 全健公司仍然在如火如荼的 举办直销体系的加盟商大会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26日大约有2000人 从全国各地赶来 准备参加这个大会 相关人士透露 全健集团董事长素玉辉 中午也将到场清零 会上播放的宣传片显示 目前全健集团业务 已经遍布中国 俄罗斯 俄国 哈萨克斯坦和乌干达等国家 知名公众号侦探军的文章指出 当然全健董事长苏玉辉 自然是宣传的重中之重 他到底是神医还是大忽悠 其实这个一手创立了全健百亿 商业帝国的男人 所谓的发家史背后各种bug狂闪 从出生地到学历再到药方 真假无一步浓浓的一股山寨味 偏偏一堆人装作视而不见 在全健官方宣传里 一只大力鼓吹公司拥有600余幅中医秘方 其中一幅治疗肿瘤的秘方 耗资8000万元 苏玉辉自己实名认证的官方微博 也介绍过全健收购药方的三个渠道 在一篇古有神医扁鹊华陀李时珍 今有民间秘方传人苏玉辉的文章里 是这么说的 80多岁的老年夫妻无偿贡献 无本手书的医书典籍 看到这里 你觉得还有必要再去听他一粒粒 如何用中草药对各种癌症药道病除的宣传吗 目前苏玉辉是全健集团董事长 全健足球俱乐部总经理 全国政协委员 上市公司精彩互联的第一大股东 他还有很多令人不明觉厉的头衔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天津市政协常委 中华健康管理促进联盟副主席 中国自然医学领军人物 人类健康特殊贡献奖 特效医术名医 中国杰出创新人物 中国健康管理行业新光领袖 推动自然医学领域发展最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 中国行业品牌十大创新人物 有人曾专门打过苏玉辉这些头衔的假 可偏偏他就是抑郁不倒 这一次丁湘医生的席文能否一见封猴 大家拭目以待吧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美国当地时间22号凌晨12点01分 因为美墨边境围墙的预算问题谈判未果 联邦政府正式进入关门的状态 而这也创下了过去40年来 美国政府第一次在一年内三度关闭的记录 12月20号 美国众议院通过临时撥款议案 内容包括实现美国总统川普的 美墨边境竹墙证件的预算50亿美元 但这一份预算案却在隔天被参议院给否决 23号参议院收贿 虽然27号短暂赴会 却未能通过任何议案 这也使得四分之一的美国政府部门 将继续关门到2019年的1月 只是根据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 民主党将在2019年1月3号接管众议院 对于美墨围墙拨款案 参众议院的民主党领导人都强硬地表示 不会轻易地增加预算 但川普也不轻易松口 之前甚至喊出他不惜代价 一定要修筑边境墙 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政见能否实现 进一步牵动到2020年的大选局势 究竟这一次 民主共和两党对于预算的旗舰 该如何和解 民主党掌握参议院之后 又将为这一次的预算案 甚至是川普之后的执政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明镜连线特别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所研究员 颜振生教授 带各位观众从此次的联邦政府关门 来剖析当前的美国政经形势 好 颜教授你好 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好 想请教一下 关于这一次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关门 那主要是因为那个 川普他想要盖美墨边境的围墙的预算 谭不龙 我们知道这个围墙的预算是 他想要的是50亿 那想请问一下说 为什么川普这一次会这么的坚持 要盖这个美墨边境的围墙 我想就是当然川普在竞选期间 一个从民粹式的竞选语言 就是要盖这座围墙 那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竞选语言 然后获得了不少 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中西部 或者说是南部白人的一些 选民的支持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流失 可能是受到非法移民的影响 所以就是川普为了满足他的这个基本盘 所提出来的一个诉求 所以他认为假使他要竞选年任 他还需要一定要把这个墙给盖起来 那只是在他上任之后 他本来是在竞选期间讲得非常的狂妄 认为说墨西哥要付这个钱 可是看起来墨西哥根本就没有要付 随后他又改口 说他会先请国会拨款 然后拨完款 改完之后再向墨西哥收费 然后看起来墨西哥大概也不会给这个钱 那最后他最新的说法是说 因为美国跟墨西哥还有加拿大 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重新砍盘之后 那美国会从墨西哥这边获得很多的贸易利益 那这个钱就足够来支付原来的 这个所谓的改高墙的这样的一个环项 可这也不符合会计项目 所以最后还是得回到国会 要求来这个国会拨款 可是刚刚主持人讲了 就是说他要50亿 可是国会只拨给他13亿 就是说对他来讲觉得是不够的 但他认为说无论如何 你今天不是一个真的墙也好 一个电子墙也好 你总要就有改出一些东西 让他有些交代 所以他对这个国会这样的一个妥协的数字 他并不是能够接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美国的参议员 虽然在共和党的掌握之中 可是并没有同意原先共和党多数 在众议员中所同意的版本 那这个情况 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的政府的关门 因为川普就是说 假使你不给我的这个数字 我就不批准下面的预算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在12月第一天 大概就是美国国会的最后一个议题 那事实上从圣诞节之后 其实圣诞节前后 就开始美国的这个长假 大部分的议员已经回家了 回到宣军去 所以你今天要再有任何的动作 可能就要到一月过完元旦之后 可是一过完元旦之后 美国的议会就有了改变 众议院变成是由民主党来操控 那在民主党操控的议会之下 川普要求的东西就更难了 所以这一次的关门 会让大家比较担心的部分 大概就是因为民主党上来的国会 众议院更不可能跟多数 更不可能跟川普妥协 那万一美国今天联邦政府 现在关门了 会不会造成像过去关门一样 有些时候过去最长 大概会关到二三十天都有的 所以假设有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关门的话 那美国的政府的运作 特别是会被一般的老百姓 一些东西受到影响 那更重要是这些联邦政府的官员 那他们领所谓的无薪假 那会不会冲击到一些美国的安全部分 不过就是美国的安全 包括国防部 包括国防部 这些大概这个钱不会扣到 但是很多帮政府工作的人 可能他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参议院也提出了 就是说在他们无薪假完了之后回来 应该还是要把他原来的薪水付出 不然的话如果说再长下去 可能他缺一个月的薪水 他就没办法支付他的 这个我们讲说房贷也好 或其他的支出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关门并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政府今天休息 而是说会冲击到联邦政府的官员或雇员 然后也会冲击到一般人民 说能够接受到的服务 政府的服务项目 所以会是蛮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显然川普是不愿意让步 所以他说关门关门 他说你们就怪到我头上都没关系 可是这个情形之下 那共和党要不要继续配合他 然后还是说愿意也在这个上面跟民主党共同合作 让行政部门低头 否则的话 美国的这个政府关门会冲击到美国的这个运作吗 是 那其实川普上任到现在两年 那政府已经关门 这一次是第三次了 前两次都是因为一些移民的 那个追梦人的计划 然后来关门 虽然说关门的期间都不久 一次 第一次是三天 第二次是一天 但是就是短短两年就已经关门了 No 短短的一年就关门了三次 不过可以看到说这三次 这两次呢 都是国会妥协 那这一次 其实参院的民主党那个领导人Sumer 他也说永远不会让他过这个预算 但是川普他其实也很坚持说他要过 那您觉得说这一次有可能还是总统站上风吗 我觉得当然不会啊 为什么因为主持人刚指出来 在今年2018年对不对 1月20号关门了三天 那那个时候也是为了这个移民法案 就是过来化解是因为民主党的议员达成了妥协 那本来他就是少数嘛 那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不达成协议 那很可能未来民主党在这些国会当中运作会更辛苦 同样在2月份关门一天也是为了这个含这个这个非法移民有一些这个驱散的有关 受益者有关所以这个当时国会最后是通过了一个比较不同的预算协议交由川普来签署 可是那个时候都是共和党协多数 那现在到了明年1月份就变成是民主党协多数 没有通过之后川普当然无法接受 所以这个才是现在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 那奴参议院都不一定是川普能够控制 但假如众议院也变成是民主党控制 那就很难 那除非川普要妥协 那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今天到了12月底的新的这个贸易数字出来 那美国跟墨西哥的贸易有一些改善的话 就是美国的这个赤字可能少了 或者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赤字少了 都会让川普就是有一个理由说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贸易的逆差的减少 来弥补我这个围墙的这个经费不足 那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看他怎么样解读 虽然说这个我刚刚前面提过 不符合会计制度 但是如果他解读是这样子 然后让他的选民也能够相信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可以达成妥协了嘛 那如果说妥协 让川普妥协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呢 比方说是在预算的金额上去让步吗 我觉得一定是金额上面 他必须要有一些妥协 可能最后下台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对13亿不满 那是不是可能就增加一小部分 然后呢或者说在这个其他的部分 对民主上做一些让步 那就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 几个小孩 非法移民的小孩 就是在这个拘留的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在收留所里头就死掉了 那这些东西可能你要有一部分的经费 只要用在这一部分 那可能这样的一个妥协的动作 或者说对这个非法移民人权的基本关怀 大概就会让民主党愿意做一点妥协吧 然后才可能有另外一小部分的钱给他来改强 那其实教授您刚刚也有提到说 就是在1月3号之后 众议院的那个权力更迭之后 其实川普他要推行一些政策会越来越困难 那除了说这一次的预算之外 您觉得说有哪一些政策 可能之后在国会也会 就是蛮难推行的 我觉得现在川普就是说 当然就是要看他现在跟中国大陆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贸易战 那要重新谈判 那也可能要到这个2月份以后 就是我们才会大概有一些方向 因为当时有个90天的这个延长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当中 现在大概1月这个中开始 就会跟大陆有些谈判 但是还要过中国新年完了之后 可能还会有些谈判 但在这个期间 美国跟中国大陆弄过贸易 可以次次有一些改善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代表 就是说去年 今年的第四季 9到10到12月的 如果美国改善 表示川普的关税政策 是算是成功地达到了一些目的的话 那川普可能不需要再做更多的动作 那这个东西也是 民主党国会大概愿意支持的部分 那可是另外就是在外交的部分 那包括这次叙利亚的撤军 那大概也会有引发一些讨论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川普个人的问题 就是你的通俄门 然后你的这个特别检察官对你的调查 跟你的家庭 跟你整个竞选团队的调查 这些在民主党 众议院多数之后 有了调查权 有了传讯权之后 很可能会让川普 还有他的家人 包括伊凡卡 还有他的女婿 库许娜 然后这些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这些大概都会受到一些传讯 他会做 会让川普这个执政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他们可能还会传讯一些 就是不仅是情报委员会 还有司法委员会 要来调查川普 报税的记录等等 所以川普面临的新的国会挑战 不仅是在外交上面 或者说在内政一些移民预算的问题 但更重要是他个人的这个操守的问题 也可能会付出台面 是 那所以其实总而言之 就是川普接下来的一些执政 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撤走 没有错 就是说 而且就是共和党愿不愿意继续 就是跟他妥协 然后认为说 他们没有别的路 只有跟着他走 还是说共和党有一些议员 也会认为他成为了负载而不是资产 未来会就是说 回到他们原来电视派的一个立场 是 那我们把焦点再看回来这一次 美国政府关门 那其实政府关门对于 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来讲 其实很难想象 就是 政府就是有部分的那个部门关门 但其实事实上 这并非美国政府第一次关门 像我们刚刚讲 今年就已经关第三次 他们有这个历史上有二十多二十 那最近的就关门最久的一次 1995年12月到1996年1月 那是在克林顿政府的任内 那当时也是为了预算 那后来就是说做了一些调整 共和党后来是放弃 抵制民主党的预算 那而且克林顿当时承诺 就是说 当时的共和党是这样 比较重视平衡预算 那克林顿当时就是 民主党会被认为说 因为在社会福利的预算太高 所以往往会造成预算辞职 可是克林顿当时承诺 说我在七年之内 一定达成预算的平衡 结果他大概到三年之内 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反而是 让大家觉得说很奇怪 反而是民主党的总统 在上一任 就是199798那个时候 大概那个时候达成了预算的平衡 随后就是说 我们看到小布希上台 到现在经过了奥巴马 经过了川普 美国的预算 其实从来没有平衡过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总统 重视的问题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会对于这个预算案 做出否决 让政府会关门 来凸显他想要的东西 那有过最长是21天 那大部分大概就是一两天 两三天 那通常关门的也就是 美国的所谓的这些景点 国家公园 那这些东西不会影响到一般 那个美国国土安全的部分 那可是这个如果说你拖得太长的话 也确实会冲击到其他的部门 所以我们当然也不乐见 美国联邦政府 为什么常常会为预算案而关门 那帮联邦政府工作的这些人 会不会也有一些 感觉到不安 那这些都是需要议员来做一些保证 所以还好就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参议员通过了一个决议 就是当这些人员在五星假 所谓的五星假结束之后 回来可以把那个过去的 这个少的薪资可以补回来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 在这个当中议员碰到一个 难以预测的川普所能够做的 算是对这些国家公务员 还算比较有良心的事吧 所以意思是说 像前面那二十次的那个政府官们 那些公务员都没有办法拿到薪水 有些还是在做嘛 因为他灌一天两天 就把它当做休假嘛 那这个可以把它处理掉 但是太长了二十几天 很多人没有的话 那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是 而且有些是这种 我们讲的说 有些也并没有 因为这个而影响到 比如说你飞机场的这种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人 那当然不可能少嘛 外国人进来要检查 你怎么可能会把这些人 通常就是一些 可能会有有局官们都有可能 但是最多就是 国家公务员这些景点 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 不重要的部门的那个工作 但是这些也是美国的公务员 也会影响到美国整个政府的 集体的运作 所以不能只看 国家安全而已 而是要看整个的政府运作 好 那所以其实这一次 联邦政府关门 就是可能要等到 1月3号之后 才会有更明朗的一个局势出现 没错 好 那今天要谢谢 严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不客气 好 那教授我之后 做好了之后 就是公布了之后 我一样就是再把连结寄给你 OK好 没问题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在2019年 新冲来临之际 我首先感谢大家 在过去的一年里 给予财经全观察栏目 热情的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竭尽全力 为大家奉献专业的财经风险 跟随财经热点 我和大家呢 也有很多互动 我感谢大家 给我的很多意见 同时呢 我也感谢明镜集团 何先生 程晓平先生 给我的指导 让我更专业的 来制作一些 这个财经节目 把财经全观察呢 做成一个 比较高水平的 专业的 面向全球 华人朋友的 一个节目 那么我也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心想事成 全家幸福 谢谢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年复一年 又是岁末年初了 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 也是一个感叹的时刻 感恩呢 就是要谢谢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不断的支持 鼓励和指正 同时也要感谢 我们的工作伙伴 不管是在各地的 在纽约的 在台北的 在哪怕远至迪拜的 没有大家共同参与 我们有如何能够 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呢 这是感恩的 要感叹的呢 是自己啊 不管是在节目上 在文字上 在社群媒体上 都有太多的 仍然需要能力的地方 所以呢 要更加谦卑 要继续和大家的 期待 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华盛顿看天下 现在每个星期 过一次 那么我们新推出的 今天大家 今天大新闻 是尝试用不同的风格 和大家来分享 严格大事 所以也请各位 继续鼓励 指正 助教支持 想起孙中山先生的意言 革命尚未成功 致仍需努力 也想起圣经上的教训 那就是说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的心智 要转换一新 我们要有真理的 仁义和圣洁 要让我们说出口的话 能够造就人 要让听见的人 都得蒙益处 再次谢谢您 愿天佑中华 愿人人蒙福 也祝您新年快乐 各位明镜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魏碧洲 在这边恭祝大家 2019年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 我在明镜这边 替大家服务 也将近有一年多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 我们看到了 整个明镜的成长 那么节目的内容 也越来越丰富 对于时事新闻的掌握 也越来越及时 那么老实讲 在整个海内外 中文的这个环境里头 中文媒体的环境里头 明镜可能说是唯一最独特的 一方面它不受任何政治党派 或者是任何这个财团 所操动跟控制 尽可能的独立的 最及时的方式 来报道跟华人相关的新闻 那不光是华人 还包括到全世界的这个动态 特别是 这个整个最近 最近几年来 川普总统上来之后 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同时呢 对两岸三地的华人的新闻 也都是非常关切的 而且重要的是非常及时 利用这样子的新媒体的这个方式 能够把最快的讯息 传到每一个 这个能够关心时事的 这个网友的这个身边去 那么这个可能是明镜 在整个世界 中文媒体里头 最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也希望 在明年开始呢 明镜会有更新的运作 跟更新的发展 那么当然 这个也需要各位网友的支持 跟不断的这个鞭策 跟努力跟互动 才能让我们这个环境 变得更好 让我们对于这个资讯的掌握 能够更准确 更公正 然后大家能够做出 更准确 更实质的这个判断 那么预祝在明年的 明年新的一年里头呢 这个2019的新年里头 大家一起努力奋进 同时最重要的 奋进健康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